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 首先播报一下5月1号州长Cumo 他给大家讲演的时候讲到的一些问题 我认为比较新的就是他强调了 对这次病人 这次疫情中的病人 他的emotional就是精神方面的照顾 他有些热线 就是精神方面受到打击的时候 有些热线可以帮助 英文叫mental health 或者叫emotional support 第二个就是州长一直跟大家讲说 我们这次完了以后 我们在面临的一个社会 是一个新的社会 新的世界 就像他打了个比方 就像911完了以后 你再到机场去 就不是随便让你上飞机了 要检查这个检查那个 这种情况一直都不会改变 那么我一直在跟随他 看他的讲演中提到 我们将遇到什么样的新的一个社会 那么他慢慢慢慢就把他要讲的东西 或者他要关注的东西 或者他要指导整个州要做的事情 慢慢慢慢就越来越清晰了 那么这里头他有一张环灯 他说我们将集体学习这些内容 我们也将集体成长 所以第一个就是公共卫生的危险 就是我们要小心以后 再有这种公共卫生的危机出现 第二个就是医院的体系 要能够承受得住公共卫生出现的危机 第三个就是tely education 就是远程教育 第四个就是远程医疗 第五个就是既要面对危机 还要保持社会功能的正常运行 下一个就是有效的政府和人民政府 和州和城市之间的沟通 然后他特别重视下一条 就是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 他特别讲了这次 他说这次来了以后 他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最担心最担心的事 就是那些让大家都带到家里了 但是有些人是完全不可以带到家里 比如警察不可以 消防队员不可以 医护人员不可以 送菜送肉的不可以 还有就是基本生活的这些不可以 所以他就怕这些人 然后都不干活了 这是他心里都害怕的 好不然过了这个危险了 他才说出来心里害怕 他就怕这拨人说我们也不干了 那这个社会就死掉了 没人给你送粮送到送菜送粮送到这个小麦店 那么我们居民就没地方去买 然后就饿死了 就是他 那么接着他还有一个最后一点的 他说 and more 就是以后还有更多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我看到这个地方 我都觉得我学到东西了 很感激 5月2号 就是昨天 这个 库莫他讲话的时候 又跟大家讲了一段说 我们现在是 我们走过的路是 uncharling water 我很喜欢这个 这是美国的一个俗语 它这个char就是 海图 就是你制图 你在那个轮船在那个海上走的时候 它有一个海图 就是哪个地方有礁石 哪个地方是深水 你哪个地方可以走 哪个地方不可以走 叫char uncharly 就是我们也走到一个水 一个水域 这个水域 没有任何记录 中国人的话 就是踩着石头 我和 所以 挺有意思 我碰到这个很简单的英文 愿意跟大家分享 每次都从空房那学到东西 心里很开心 接着就讨论一个 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主要是中国赔偿的问题 那我也从这个白宫的人员那儿 白宫团队那儿 治理行间里头来分析 他们将要怎么样 因为我说了 川普对中国的索赔这件事 就像第二个靴子一样 随时快落下来 在我心里就像第二个靴子一样 就是什么时候啪落下来 我心就定了 现在一直是等着这个第二个靴子 那么星期五的时候呢 川普的这个白宫呢 有一个advisor 就是他的经济学顾问 他叫Larry Kudlow 他在这个接受CNBC电视访问的时候 他回答了一些问题 这是5月1号的时候回答的问题 那么我的右手带眼镜的 这个就是白宫的顾问 他叫Larry Kudlow 那么他在回答的问题的时候呢 首先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美国国债 我是不是可以让中国索赔的时候 美国国债欠中国的这个钱 就可以不还了 这是他说这是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他用了一个字叫 英文字叫这个 Sacrosa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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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把它翻成中文就是做人的底线 就是做人的底线 那么就是说美国欠人的债 欠中国的债这件事情 是不可以用其他的原因 就是中国欠我们什么东西 不可以用这个东西去定 这一码是一码 这是做人的底线 这是神圣的 神圣不可侵犯的做人的底线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不光是就是要守信用的东西 而是美元 它的信用来自于美国政府 如果美国政府对美元 可以随便说不给就不给了 那美元的信用就没有了 美债的信用就没有了 美债的信用没有了 美元的信用就没有了 美元的信用就没有了 全世界的金融就全乱掉 所以信用很重要 就是说换句话说 美国一直保持这样的高度的信用 就是你拿到美元一块钱 你放到你家里藏起来 你可以三年五年三十年 你都不花 但是到了五十年以后 你的下本下本 把这钱拿出来的时候 它还相当值钱 不会说有一天 这个美元 然后到了五十年以后 这个一美元就变成 连一分钱都不值 绝对不可以这样 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个文明社会 特别基督教文明这个社会 他对信用的要求的高度 他说这是神圣不可侵犯 这是做人的底线 你就知道在这个社会上 谁是流氓 非洲国家就是流氓 非洲国家说跟中国说 爱你那个我欠一欠不要给 那么谁是流氓的朋友 中国就是流氓的朋友 中国驻丹麦大使 不是说了吗 说这个世界上 不光是西方社会 西方社会给我们不好 我还有人对我们好 比如非洲跟我们好 你就知道了 所以现在新出了个词 叫半球联盟 就是我说的 达尔文说的优胜略太 优胜的国家 要和优胜的国家合伙 然后不理那个略太的国家 而中国说略太的国家 和它是朋友 咱们大家就等着看 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叫半球联盟 我的最终的目的是想 希望国家退出联合国 然后自己形成一个联盟 现在有人提出了这个词 叫半球联盟 这是这个 Mr.Cudlow Larry Cudlow 他说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已经形成 白宫已经达成共识 就是帮助美国公司撤出 帮助中国 以及帮助在世界上 其他国家的美国公司 回到美国 这是第三个呢 就是他讲到中国在执行 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时候 还不错 但是有点慢的 只是因为 这个瘟疫的缘故 第四个呢 就是问到 关于这个病毒来源的时候 他说我们两个星期前 G7的7国家在一起开会 就是大家医治那种病毒来自中国 这个 这事儿大家就定了吧 好 我们关心的是 现在吵得沸沸扬扬扬的事情 就是三条 第一条就是 要不要抵赖国债 就给中国的债务还了 这件事儿已经没有任何商讨的余地了 这是涉及到 美国国债的信用 美国国债的信用 涉及到美元的问题 美元信用问题 涉及到全球金融的问题 这不光是个道德问题 不光是个道德问题 而且是个全球金融稳定的问题 这是两个问题 他用了一个词叫 Sacrosanct 就是神圣不可侵犯 做人底线等等 这些话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说 我们在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西方人 基督教文明的人 他是怎么样思考的问题 把什么东西 说得很高很高 你不能碰 你碰也不能碰 这个英文词叫你碰也不能碰 什么人就是那种流氓政府 非洲国家 中国国家 全是流氓政府 什么时候他都被变 任何时候都被变 他没有任何底线 他没有任何底线 我们慢慢走着看 接着呢 就换了一个人 跟这个Mr.Cullo 对话 换了一个人 然后他主要是讲的 这个人问的问题 就是说 有人提出来说 提高关税 然后这样的话就多 可以从中国 多捞点钱 他的意思说 他说呢 当前 他是白宫的那个顾问 他说当前呢 主要是恢复经济恢复社会 这件事是当务之急 所以呢 现在呢 还没有时间去谈 就是 是不是用提高关税的办法 跟中国要一笔钱 还没有时间 这是第一个态度 第二个态度就是 他的原话 译成中文呢 就是说 关于中国的责任问题 没个跑 记住这话 他的原话译成中文 关于中国的责任问题 没个跑 好 我们下面再介绍一个新人 这是一年多 又重新出来的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呢 她是白宫发言人 她的名字叫 Kaley McEnany 我每次 我做医生的时候 每次有病人来 他们的 last name 他们的姓 我如果不认识的话 我就非常非常的 礼貌的问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这个姓 是从哪来的 就是你的 爷爷 爷爷爷爷 他是和妈妈 爷爷 姓 从哪来的 我的意思是 从哪国家来的 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上 有这种姓 我每次从中间 得到很多学习 得到很多乐趣 所以 我一看到他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姓 第一次看到这种姓 我有机会 能请教 懂这行的人 能问问就是 这个姓是从哪个 去哪个国家 带来的 带到美国来的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姓 觉得很有意思 好 这个 虽然是 一年多他重新出现 来做这个白宫发言人 但是呢 他呢 也替白宫的 说了一些 很重要的事情 我关心的事情 都是跟中国有关系的 那么就是 有一个记者 叫John Roberts 他就问了 他说 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 对中国 所赔的事情 对中国所赔的事情 然后呢 就是 总统呢 好像是说过 就是 提高关税 也是一个办法 他说 他就问 你的回答是什么 他呢 因为这是英文的 我就差不多按照英文 把这个中文说出来 我把这个英文打过去 因为我都是看英文的 因为我怕 那个中文的翻译有个问题 你看 你不是听英文的 你真的不能够摸到他 摸到他这个话外音 我没有摸到话外音的话 我们就知道下一个会怎么样 我就一直在摸着话外音 他这个英文 我给你打出 我把这个中文 给大家稍微翻译一下 就是说 第一条就是 我不能够说 总统没说过的话 我不能说 第一条 但是呢 我可以呢 重复 总统的态度 英文叫 Echo Echo就是 Echo 重复总统的态度 那么他的态度是 Displeasure 就是对中国很生气 这个态度 他说 中国他做错 在镇上做错的事 已经不是秘密了 这个不需要讨论 那么我可以给你几个例子 他说 我把它分成一二三四 他上面没写 但是我把它分成 这是白宫的 这个白宫的英文稿 白宫提供的英文稿 所以不会错 那么 我说一二三四 他上面没说一二三四 我说一二三四 为了让大家能够 觉得清晰一点 第一个就是 他们不肯 中国不肯 和我们分享 这个基因序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在最早的时候 他们就把他们的实验室 可能说的武汉实验室 给关了 因为他们要纠正里面的问题 改进里面的问题 好 武汉实验室的事 现在闹不好 就弄假成真了 我个人先表态 我从来不相信武汉实验室 病毒实验室 跟这个有关系 但是 我觉得有点弄假成真了 好 第二条 第三条就是 他们一直隐瞒 人和人的传染 人和人传染 同时呢 WHO呢 也帮助他们 也满人和人的传染 第四条呢 就是他们一直不准 美国的专家 进入中国 来调查这些事情 这个算是一个 白宫的一个 正式的一个态度 这个女孩呢 因为是新出来的 你知道我是 我是要么就和中国的国家 对着干 要么就和美国的国家 对着干 所以我一直在观察 总统 观察副总统 观察 Dr.Bergs 观察 Dr.Forge 那我现在开始观察 这个发言人 我也观察他的聪明程度 观察他对事情的反应 等等 因为他 因为这些人做的事 做错的事 会影响比较大 那么 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对他的了解 英文叫 Research 就是 你了解了解 这个人是个什么人 这个人是1988年 这个女孩 1988年4月18日生的 她刚刚过了一个生日 所以她现在是32岁 她的爸爸 大家记住 在西方说一个人的时候 先说她爸爸妈妈 通常都是说爸爸 因为好像爸爸 对孩子的正面影响比较大 比如说这个孩子 他有前途 就是爸爸影响 但是现在 这是过去的老话 现在应该说爸爸妈妈 但是一般情况下 用老话说 因为他爸爸算老人了 都是爸爸的影响比较大 他的爸爸 他没说他妈妈 他的爸爸是个什么人呢 他的爸爸是 生产这个屋顶 房子的屋顶 Roofing 房屋顶 这公司的一个老板 他是他自己的公司 这是他的爸爸 他是佛罗里达人 他是生在佛罗里达人 他是佛罗里达人 好 接着他的教学 他的中学大概都是 好像跟那个教会学校有关系 因为我看到 天主教教会学校 所以他在 大家看他的图 他在胸前带着一个十几架 所以一般情况下 一个政治家 现在都避免 告诉大家 他的宗教的信仰 因为就是 如果你是政治家的话 你就是对百分之百的公民负责 所以百分之百的公民里面 大概有百分之十 他不是基督教 所以你要说我特别热爱基督教 可能那个百分之十的人不太高兴 所以他很 他很 他做的有点 与常理有点不太像 就是如果是我是他 我就不带这个释价 但是他要带这个释价 说明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我在前后左右来看这个人 说明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那么这是我们从他的服饰 他的这个带的释价来说 那么我们看看他的这个 这是中学的部分 然后他进入大学 大学他在那个George Brown University 大家知道George Brown University 就是在DC的 是专门培养这种 要我说就是文官 要我说就是文官这样 特别是他那个学校叫Foreign Service 就是外国事务这样的学校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他从这个学校毕业的 他的专业是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学 然后呢他就到了那个牛津大学 带了一年 这个你一看这种人你就知道 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牛津大学带了一年 完了以后呢他就进了这个CNN 和这个Fox这个电视 一些工作组吧 一些工作组进了这些 他然后他就进了这个Miami这个大学的法学院 他学法了法学院 然后他转学到哈佛大学的法学院 他是2016年 2016年毕业 哈佛毕业 然后2017年就成为白宫的法院人 我这样关注这个白宫的这个团队啊 是有原因的啊 就是你知道在前一段 我一直关注中国的那个国家团队啊 中国家团队呢就不值一批了 不值一批了 就是特别是你听到 呃一个国家团队报告 大家说我们的中药 然后有90%级的效果 你就知道他们就是狗屎级的 就是狗屎级的 那么我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 美国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整个注意力都在 呃都在这个白宫的这个团队 呃至少是呃 我四次发现他们有问题 嗯 给大家报告一下 第一次就是他们 呃 Duck Burke说 呃4月12号是4月10号最高的 呃这个我跟大家应该交代过了 就是从呃 意大利那个图来分析的话 应该是在4月15号左右 呃4月12号 果然4月12号不是最高 到4月10号也是最高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 4月15号呢是2万 呃2万 2千4吧 2千4四人 然后没想到后面又出现2千6 2千5 呃至少是这是一个不太大的错误 呃接下来的错误就比较大 就是他们告诉大家 呃当这个我说的这个整个 呃 美国的这个冠状病毒的病例发展 然后呃到快要 现在开始走下坡路吧 就是我因为经常跟大家讲拐拐点嘛 那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上升 第三个阶段平行 然后到了第四个阶段 开始朝下走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60% 所以在60%情况下 然后他们就拿出来一个 呃 一个图 这个图呢 就根据科学的预测 完成了剩下的40%的图 这样的话整个面积算下来呢 我用眼睛一看是8万4 呃 那么我说完了以后 第二天就有一个报纸说是8万1 有人说8万2 他们都是用呃 电脑算 他把这个图放进去以后 电脑就告诉他面积是多少 然后就是死亡是多少 我是一分钟把它就算出来 那么没想到时候 我们三家报告了是8万的时候 然后白宫他们这个团队说是6万 呃 没想到 我就是到现在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他要犯这个错误 呃 因为那个图 我从哪方面看都觉得 都觉得是呃 很好 因为你完成了很好的一个图 因为你完成了60%时候 你在预测40%时候 相当相当准啊 相当相当准啊 那么现在看起来可能8万还要多 现在看起来啊 因为现在已经6万多了 8万还要多 呃 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中间突然改了 他们给大家提供的图 我认为这个图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图 然后我算出是8万 他们结果过两天他们说是6万 呃 结果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们我们科学家做事要根据 他凭什么他说6万 这我就不知道 但是这个是呃 算是影响比较大的 因为你说6万 现在已经看来6万打不住了 这个呃 当然没有什么责怪的 但是科学家觉得 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说6万不说8万 嗯 就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就是Dr. Burks他呃 呃他这个自己他是一个自己没有没有呃 主意的人呃我我跟这个川普比川普就蛮多数的主意 他是一个最没注意的 所以当记者问说 好我们现在要开放了 然后我们死亡率增高了怎么办 那谁回答了呢 库某回答 库某说 我们开放的时候我们眼睛盯的住院率 嗯 我们要把70%的住院的床位住满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开放了 而这个是不是原话的 那我告诉大家 就是说他要流出30%的余地 嗯 所以我在之前我就跟大家讲 你就看住院人数 你就知道你该看该开放多少 这是我之前就说 但库某给的数字 是我没想到他说70%不能大满 嗯 就说当开放了以后 我们的住院率 我们的医疗 我们的医疗体系承受能力 达到住院人床位的70%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开放了 嗯 这个是 这个概念应该很早就 应该告诉大家 嗯 结果 Doc.Burgs居然没有打出来 当时我看了一个川普都有点着急了 嗯 这是 我对Doc.Burgs的负面的看法 那么第四条呢 就是 对Doc.Falch的负面的看法 第一次 我对Doc.Falch的负面的看法 就是在前不久 他在白宫的开会的时候 他坐着 然后人家问他 他就说到那个 Reeder-C.V 他说在欧洲这些国家 可能还包括美国吧 就是现在联合在做实验 他这个实验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实验 那么现在初步拿到的东西呢 就说有好几个指标吧 他说两个指标 一个指标是达标 一个指标是不达标 达标的呢 就是用 用这个安慰剂的呢 对照组呢 是住院 是15天 然后用了瑞德西韦 住院11天 他觉得 初步给他报告的时候 觉得这个是 统计学都通得过去了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错 这是很大很大的错 虽然是 这个文章没出来 他就报告了 因为他是内国人嘛 所以 我相信他不会说错 文章就出来的时候 也会有这个内容 但是 我跟大家说了 就是 迄今为止 迄今为止 就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迄今为止 就是从中国闹售药 300个药 要去实验 到现在迄今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 这个严格的科学报告 登出来 说 某一个方法有效 有报告说 某方法也没效 但是 没有说 某一个方法有效 那个 曹斌他们说 这个 他 他们29号登出来是 瑞德西韦无效 曹斌他们说 这个 抗 这个 癌尸病的药 无效 但是 其境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药 在科学的 严格科学的条件下 然后 登出来这个文章说 有效 所以 你就知道 我就跟他一再讲 就是你要学过 这些研究的 你心里大概有个数 就越拖的长 越可能 就出不来了 原因是就是说 你刚才说他有效的时候 大家都说你是80%有效 90%有效 好 你来了十个病人 八个好了 十个病人八个好了 十个病人八个好了 你还做啥试验 你还做科学试验 你就通知了全世界都用就八个 反正再来十个病人八个好 再来十个病人八个好 对不对 然后拖到现在都做不出来 你已经不是在期待 十个病人八个好 你可能期待十个病人你好 这个就很麻烦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这个显入性特别低的时候 然后这个试验的这个size 试验的人数要大大增加 试验人数一增加 然后问题就很多 就是假象就特别多 所以这个时候 你基本上也判定 这个结果是负面 你到这个时候 你是科学家 你应该判定这个结果是负面 那么在这个时候 出现任何阳性的结果 你都先问说 这是假的吗 这是一个科学素质 这是一个人的科学素质 这是很高级的科学素质 不是所有人都有 你在这个情况下 大局已经是失败了 所以出现一个阳性的时候 你先问 这是不是假的 你一定要先问 这是不是假的 那么我要问 就是说 一组人是对照组 他用了安慰剂 他是15天出院 那组人用了这个 瑞德西韦 他11天出院 他们之间差4天 你就要问 这是不是假的 为什么他可能是假的呢 因为这个 你参考的这个东西 太间接了 离你这个药物的效果 药物要起的作用 太间接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你要得了艾滋病 然后有药用了 然后这个药用了以后 你的血液里的 艾滋病的病毒的数量 会减少 这是非常非常直接 我用了药 我来检查 我来检查你的血液 看看病毒的数字 有没有减少 如果减少的话 那就是药对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先想一想这件事 如果不是这个药 是艾滋病的 这个血液里的 艾滋病人的血液里面的 病毒减少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 能够让病毒减少 你想吧 你想 我天天洗热水找 让人听说病毒害怕热水 这个也不make sense 你想不出第二个 你想不出第二个 它能够让 这个血液里的病毒减少 那好 那就只好归为 这个药物作用 你要能听懂 我这个道理 你就听懂 就是说好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实验组的人 另外一个人是 这个对照组的人 我十一天出院了 他十五天出院了 我比他早四天 我为什么比他早四天 难道就只有 因为这个药物的原因吗 不可能啊 比如说我喜欢打球 他喜欢偷懒 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我会早出四天 而且如果我十一天 他十五天的时候 你治疗的是轻症病 轻症病不吃药也能好 这谁可以啊 不吃药也可以好啊 我的身体喜欢锻炼 我也可以早出这四天 我不吃药也可以早出四天 所以他特别间接 所以这个 Dr. Fauci 终于让我抓住他 出错的一次 终于让我抓住 我一直以为他是很不错很不错 但是他也是太累了 他也是太着急了 所以接下来的事就是 等到我们等到 Dr. Fauci 到Dr. Fauci说的这个 实验结束以后 有一个完整的报告 报告出来以后 那一定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啊 我还没跟你讲 到Dr. Fauci说 他们观察还有一个指标的时候 然后是没有统训 就是他不知道观察多少个指标 但是他说两个 有一个没有统训学 一个有统训学义 你就知道这个好像要并不是那么很有效 你应该有这种感觉 好 我们接下来说 我们任何谁都要马前炮 马后炮 我们接下来说 那么这个要最后实验结果出来了 然后正式发表了 发表以后 下一个就没完啊 就没完 大家别以为完了 下一个就是要同行平议啊 我相信曹彬他会参加同行平议 同行平议 这个时候就把我刚才说的所有人都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就要按照同行平议的意见 因为其他国家还有病人吗 还在其他国家再继续做吗 不一定这组去做了 这其他组还要做 但是要认真读这个文章和读同行平议的意见 然后去重复这个 就是朱焱的实术 拿它作为一个指标吧 去重复 这个指标非常不好 非常间接 不是很直接 去重复 如果连续两次重复都出不来 那么Doc Fauci说这个实验作废 我都是马前炮 我从来都不是马后炮 因为接下来就同行平议 平议完了我会读 读完告诉大家 同行平议是什么意见 这我已经 还没出来 我已经先同行平议了 那么 拿着同行平议 就再往下做的时候 要回答人家同行平议的问题 要重复这个实验 如果两次重复不出来 这个实验作废了 这个实验是错误造成的 OK 我盯着这个国家队 跟大家说 这个比较有意思 其他的没什么水平 到了5月3号的时候 也就是今天 Cummel呢 然后再跟大家讲 纽约州的情况的时候 又拿出来一句名言 这名言大家都知道 这个名言就是 Edmond Burke 他说的话 这个在这 他的中文就是 如果你不懂历史 你就会在历史的错误中 重新再犯 英文叫repeating 重新再犯 这是大家 那个华人都记得知道 Edmond Burke 大家都知道 最了不起的这本书 就叫做法国大明的反思 反思法国大明的这本书 这本书据说是 王岐山让大家看 因为其中有一句话 公众人很害怕 就是你对人民压迫最厉害的时候 没有反抗 当你压迫松 开始有点放松的时候 一下子就 就把这个天放过来 就会出现革命 因为叫revolution 就会出现革命 压迫最厉害的时候 不会出现革命 所以王岐山告诉大家 告诉共产党 说你们大家都小心点 现在你们开 有一点松了 那是王岐山那个 我不知道大概十年前的事 好 今天的那个Cumo呢 他的讲话更改了一个地方 所以我跟大家要做一个详细的交代 也就是说 他告诉我们 1918年这个图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 在1918年时候 一共来过三次 那么上一次他告诉我们 是八个月中间 他这次改了十个月中间 在十个月的期间 来过三次 第二次呢 比第一次呢 要严重得多 所以现在所有人都提心吊胆 等着美国的九月份 十月份 会不会来第二次 因为从八个月 改成十个月 因为这个很重要 我就把这个 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在等那个 九月份 十月份 会不会出来问题 还有一个要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美国没做错吗 现在CDC 现在开始反思了 CDC认为至少有四条是错的 我完全同意 第一条就是没有及时堵住欧洲来美国的人 第二条就是没有及时禁止大型聚会 第三条就是没有及时提倡个人防护 第四条是没有及时测试有病人的人 这是最近CDC 我们也看到原文 我看到他的中文的报告 我觉得因为我比较同意 那么第四条不能算错 就是你想要测你也没东西 你也不会 没有人会提前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上币 不会提前说 我们提前两个月先把测试盒准备好 不会这样 那么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是真的 是错 我认为是错 有人这样正确的反思 我很高兴 最后一个就是 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 为什么印度和越南就 好像很快就平息了 问题不是很大 因为大家都害怕印度 印度的人很多 印度的维生条件很差 一千个人在一个厕所 所以 当然很差 所以要印度的话 那就是时衡遍野了 印度要是有 就问一句话是时衡美 为什么 所以那篇文章就讲了说 他认为是维度的关系 这维度是我最先提回来 至少就现在一个多月了 是全世界我最先提回来 维度 为什么是维度呢 因为武汉的维度是北纬30度 那么台湾的维度是北纬23度 所以当报告台湾越南和新加坡的病例 很快就压制住的说 我认为跟维度有关系 我认为跟维度有关系 就是比较热 那个病毒不太那么活跃 所以这次呢 又有人提出来 印度没有那么惨 也是跟维度有关系 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印度的维度是北面是北37度 南侧是8度 所以我讲的23度这条线 23度那记录北约23度以上 这条线 那么为什么在23度 印度的北部 23度和37度之间 没有爆发的这么厉害 那很简单 就是没有大量的人 从中国的疫区往那跑 就飞机 你知道纽约这个期间 200多万人 就是在纽约和欧洲中断航空这个期间 中国发生事情 然后这起头 然后到那个美国中断这个和欧洲航空 这个期间 纽约就来了200 纽约大区啊 来了200多万人 所以显然是 印度是维度8度到37度 那么为什么23度到37度 这个维度的人 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我认为是因为没有大量的人 从中国的疫区往那边跑 相对隔离 我们从这个世界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个是非常漂亮 纬度是非常非常准的 纬度是非常非常准的 纬度啊 那么现在我也把这个 原来我是 我原来说的是 在纬度是在中国纬度和美国纬度 中国和美国纬度是一样的 纬度之内的 它特别的严重啊 那么美国的纬度最高纬度是49度 北纬49度 那么现在看起来第二波 也其实欧洲的北部也是第一波 那么我说的是加拿大 说的是北欧 说的是俄国 然后下一波 他们情况也很严重 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武汉的12月份的这个气候 特别适合这个病毒 发挥它的毒力 毒力很大 那么也就是说 俄国的现在4月份 它的那个气温很像 武汉的12月份 去年12月份 纬度 所以我们现在话又改了 我原来说是在这个23度和49度之间 纬度在这个之间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之间有哪了 这个之间有韩国 这个之间有伊朗 这个之间有意大利 这个之间有西班牙 这个之间有美国 这个之间 那么现在这个事都改了 因为这个情况变得跟我说的不一样 就是在这个23度以北先发现 然后先是和中国美国纬度相似 然后在他们的北边 现在很严重 这个纬度的理论只有一个 就是大家看到南美洲巴西 巴西最大这块 巴西的病例比较严重 这是没办法解释 这是没办法解释 以后我能够研究出来 我跟大家讲 但是除了巴西这个病例以外 其他地方对这个非常非常符合 王成提出来的纬度学说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就到这